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刚被伊朗人毫不留情拒绝了 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呼风唤雨 四处定战 无所不能的美国 这次在伊朗面前算是彻底呆了 据英国检视防务中刊10月29日伦敦报道称 美国通过法国向伊朗再次传递谈判请求 却被伊朗一口拒绝 伊朗总统称 美国在伊朗人心中已经毫无诚信可言 是世界上最不能信任和共识国家 向伊朗提出谈判请求 只不过是一个缓兵之计罢了 并称 伊朗武装力量和革命卫队近百万大军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 到时候战场上见 美国做事也太清帅了 美国甚至退出伊核协议举动 连自己多年的盟友英国 法国以及德国都看不下去了 根据目前的局势来看 上述三个国家不仅没有跟随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如果美军和伊朗枪炮相加 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 估计这三个国家也不会和以往一样 为美国邀请呐喊 出兵 出钱上前线了 甚至自己诚信太差 也没有防守驻战美军 在11月4日自己画下红线面前 有点动摇妥协的意思了 因为深陷阿富汗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迷惰美国道兵 可不愿意和阿富汗 伊拉克这两个国家 还要强悍南产伊朗交战 伊朗武装力量不仅控制 掌护尔木兹海峡 这条西方国家 大已生存的海上生命线 伊朗武装力量广阔的战略众生和誓死如归 百万大军 也是美军难以征服的 尤其是伊朗的导弹 更是极为是美军的杀手点武器 伊朗军方公开表示 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伊朗将用导弹进行还击 并利用伊朗领土 广阔和地形复杂的特别阻击入侵者 同时 获利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切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海上石油通道 将战火烧到整个中东地区 使美国在军事和外交上全面陷入被动 将是美国这个出尔反尔 四处热视欺负人的国家 巨峰军评 2018年10月30日 儿欺负人的但染聪产 使美国家的亡开放更多 מח修得 到游截产收尔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